饿了 说实话 这会儿 女子青少年五班制造赛 辽城大学 沿城大阳湾 长州大学 江苏航运学 广东海洋大学和 长州工程学 那么一方面我们要看各条体 选手下讲 细致成功和 入水出水的这两个技术环节 讲的幅度是不是够长 下水的深度 拉讲的直线性是不是够好 每讲入水之后船身的起伏 是不是很大 这从几个方面发力 从入水的支点 从对于整条船的保护 我们就能看出这条船 滑得怎么样了 再一方面呢 在五百米的制造赛 和一二百米制造赛上 它的一个不同点就是 节奏会有明显的变化 它会有起航 起航一百多奖的奖品 滑得很快 快速把传速发动起来之后 鼓点会变得没多余气 然后会变得更加有力 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的滑手都知道 随着有力的鼓点 我要把拉奖的力度带动起来 同时我要把奖品稍稍降一些 大概降个十奖到二十奖 保持进入到油氧代谢的状态 利用油氧代谢 把刚才启航的这种快速滑行 无氧欲消耗 所带来的这些乳酸堆积 能够快速地消耗掉 同时利用油氧 利用良好的节奏 达到拉奖 推奖放松 拉奖就可以推奖放松 达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节奏感 能保持有非常好的延续性 利用水下力度 利用滑行效果 去完成绝大多数的赛场 在500米的比赛当中 有400米基本上都是图的滑 前50的启航 后50的冲刺 对于各支队伍来说很关键 但是真正起到决定性效果 就是图中滑行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一道的辽城大学的 整体的滑行状态 还是非常好的 这边的鼓手滑行岩 给出的节奏非常清晰 临讲手给出的 入水角度和入水点 都是很远的 没讲丢得很远 这个剁手宋曾源 和鼓手之间的呼应 做得非常好 马上进入到最后的 100米冲刺区 因为累积了一条多挺的优势 这种图形 图中滑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在最后的冲刺阶段 其实队伍优势很大的情况下 滑的会比较轻松 我们看这个时候镜头是 对准了严城大阳湾 对准了东道主队伍 看一看严城大阳湾 最后的冲刺状态怎么样 这就是图中滑 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之后 在冲刺阶段 不需要把奖评调动得太高 如果这两条挺 严城大阳湾在图中滑 给的竞争或者说这种 给予前面辽城大学的刺激更多的话 最后的冲刺一定会更加的激烈一些 会有提升奖评 会有高奖评 甚至短奖的这种冲刺 在500米的比赛当中 看的就是节奏 看的就是入水点 看的就是滑锯 和保持这种滑行能力 每一讲滑行效果的这种状态 是不是足够稳定 这是我们看龙舟进度的时候 可以关注到的一些点 而在一二百米的时候 其实要看的是流畅度 看的是转换 看的是入水出水 这两个环节的转换 是不是够快 是不是够流畅 同时看的是你鞭打传速的能力 因为传速非常高 你在保持很好的流畅度的情况下 你不能顺传速 不能让蒋液插入水中之后 被水带走 而是要拨路 鞭打 要让整条船 在你的每一讲的撑讲之下 会有一个小小的加速 同时要保持高降频 保持前后这两个出入水点 转换的流畅性 这是一二百米和五百米 我们不同的一个看点 辽城大学在途中滑行的时候 整个的这条艇风格还是非常好 他们的领讲手 经验也很丰富 这个船上最主要的这几位讲手 像便宇涵 吴雪瑞 这都是有很好的节奏感 也有非常好的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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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